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今天早上发布的最新报告 美国一月份的住房销售量跌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 而相较于一个月前的下跌速度有所放缓 因此业界还是抱持着乐观态度 请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尽管数据显示上个月的乘务销售量持续下跌 但由于下滑速度放缓 引发了业内对房地产市场低迷可能接近触底的谨慎乐观情绪 报告还显示房价的年涨幅为2012年以来最小 有助于提高购物者的可负担能力 然而据房地产市场回暖还需要一定时间 由于零售业销售强劲且劳动力市场大量值缺 房屋抵押贷款利率结束了短暂的下行周期 根据抵押贷款金融机构Fedimac的数据 上周30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从从前一周的6.12% 平均上升至6.32% 现有房屋销售数量方面 上个月城屋销售下降0.7% 为2010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标志着销售额连续第12个月下降 是自1999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的销售额下降 但南部和西部的销售额上升 占美国房屋销售额最大份额的房屋转售 1月份同比下降36.9% 数据同时显示 1月份独立屋建筑许可申请仍在继续下降 房屋价格方面 1月份现有房屋中卫价较上一年同期上涨1.3%至35万9千美元 原因是挂牌时间过长的房主主动降价 这是自2012年2月以来的最小年涨幅 1月份房产挂牌后出售的平均周期为33天 相较于去年12月的26天有所延长 经济学家指出市场正在转向买家 且购房者更有溢价权 在市场上停留超过60天的房屋 可能比原价低10%左右的价格出售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